OK 各位可以看到 Petra Kucha的挑戰除了是 你話還沒講完 已經換到下一頁 還有一種尷尬是什麼 就是你已經沒話講了 都還不切換 有沒有 我隱隱的覺得是不是20秒沒有定好時間 我本來已經練到Perfect 好 來 那我們這個是第二階段的四個短講 然後呢 我們再來進行一些互動 讓各位稍微有一個把剛剛的思考 跟自己做一個連結的機會 OK 好 來 請幫我撥好那個簡報筆 我沒有帶上 因為習慣不可以帶簡報筆 來 下一個 好 那麼剛剛各位聆聽了四場演講 所以有一個 其實這邊的思考歷程 大家都可以帶回教室裡 我們做的是Connect Extend and Challenge 好 所以你聽到的部分 是不是跟自己有連結 你是不是過程中你跨出去想了一些什麼 OK 那在這過程中 你有沒有想要挑戰講者的 挑戰自己的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要看的是 是我的學思達故事 是各位的喔 所以到小組中的時候請你分享 你在接觸學思達以來 是長是短的時間 有什麼樣的感動與行動 OK 然後呢 請各位聆聽並回應組員的故事 然後呢 在等一下的表達部分 就不是講師在上面囉 我們講師會在行間走動 如果小組長邀請 有組員願意要分享 跟我們說說你的故事的舉個手 好嗎 然後最後的部分呢 統整的部分 其實會是講者 如果有時間 我們和各位做一點連結 但如果時間要緊湊 我們就把互動停留在美好的 各位的故事的分享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來這個階段呢 因為是各位的自己的故事 我們給五分鐘的時間 請小組長做一點帶領 讓各位夥伴都有機會 把自己的學思達故事和各位分享 好嗎 好 來 我們開始對表 五分鐘之後 我們會有麥克風 邀請各位分享 好 來 時間交給小組長 好的 五分鐘的時間到 來 我們先拍拍手 謝謝主員給我們的故事 好 現在小組長 我們請小組長來負責舉手 有沒有你聽到 在小組裡面 你覺得很值得 很感動 想要讓全部的參與來賓 都能夠一同聽到的故事 有沒有組長可以幫我舉個手 好 來 可以借用各位的雙眼以及雙耳 在教室裡我請學生做的叫做 Whole body listening 有聽過嗎 有 就是不是只是耳朵聽 我們的眼睛 肩膀 都可以微微的傾向 當然各位不要扭到 你可以調整你的座位 不勉強 好 來 我們先歡迎第一位夥伴 可不可以先告訴我你們的大名 大家好 我叫陳亮宇 耳東城 亮宇宙的宇 是 你要告訴我們的故事 我會想要接觸學思達的原因 是因為我高中的老師 林秀傑老師 他是教國文的 他當時就是用學思達的模式在教我們 那我自己國中從一開始 就是從進高中的時候 我的國文成績不是很好 那我第一次的段考 我考39分 那我畢業的時候 就後考學測 我是考到前標的成績 那老師在這一段 引導我們的過程中 其實他也 我們都看得出來 他很用心地準備一份講義 他一個課本的 一個課文 他可能就是 課本就是可能兩三頁這樣子而已 但是他的講義 比課文內容多到整個爆掉 然後可能就是 對 我就是只能用多到爆掉 我就是這麼粗俗地形容他 他的就是拿一張 他的那個講義 光是這樣子 就一個A3 然後就兩 A3 1 2 3 4面 對 A3 4面的講義 然後我們就是 不管是 在課 就是在課文中的閱讀 然後課文的延伸閱讀 然後對於作者的認識 然後以及跟我們自己生活上的連結 那老師都幫我們引導得 妥妥當當的 所以當時對於一個 我看到一個文章的時候 我可以銜接到很多我的想法 然後同時我還可以嘴一下作者 就是說 就是 在浪費自己的生命 對 就是他只是表面上他寫得好像很厲害 但他實際上就是一個 對 就是奮青 好 就舉個例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也讓我對於學科的內容 還有對於這個 整個學習歷程中 給了一個滿棒的經驗 然後也 那今天我自己當上了一個老師 我也希望 我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就是帶給我未來的學生們 謝謝大家 還有一向動人的分享 剛剛各位 從這位老師的分享中 有沒有聽到 connect extend 跟challenge 的歷程 有對不對 所以一個講義 用心製作 老師用心引導 可以帶給學生這樣子的 一個動人的互動 很棒 我看到雯毅 教官 要幫我們分享的是 也要大聲地告訴我們的姓名 大家好,我是德惠 我是怪咖德惠 我被組長指派 因為我們這一組的兩個老師都是非考科的老師 一個是全民國防 一個是生活科技 所以他們在學校擁有的資源跟時間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可是學思達的這整個歷程讓他們 雖然我們有一個菜鳥老師三年而已 然後中文老師是很多年了 十年的老師 可是學思達的這整個從接觸探索 然後終於不小心被肯定說 他的教法真的符合學思達的歷程 然後他也在課堂上看到孩子的回饋 跟他自己重複不停地投入的熱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一組非常非常棒的分享 因為我是怪咖,我不是老師 所以我自己接觸學思達的歷程是從 2021年的4月份 在台南的台南大學 北上的火車上跟灰塵老師的連結 那可是從那一天到現在 學思達給我很深很深的感動 就是學思達老師們那個生命的熱情 還有生命影響生命的那個連結跟無限的可能 因為我跟學思達老師的連結是怪咖系列紀錄片 那我們用紀錄片拍出這些在台灣各個角落在發光的生命 然後沒有想到透過這一群學思達老師可以有這麼可怕的那個影響力 因為電影工作者以為他們的影響力從螢幕開始 可是我們覺得真正的影響力跟行動跟那個創造力 其實發生在各位老師的課堂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被學思達深深的感動 然後我也從中不停的在學習 然後不停的在繼續創造連結 然後我相信今天這個年會後還有更多更多的可能 然後這些連結真的不是只有在學校 這些學思達的故事在我在各個領域跟 因為我覺得老師其實是一個開始 社會溝通是一個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也把學思達的故事帶到社會溝通 然後我們今年還會透過偏鄉電影車帶到偏鄉 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更多這樣的人 可以看到學思達這樣子的力量 謝謝大家 謝謝德惠 那麼關於學思達這樣子向外擴張的連結 我們在下午會聽到更多精彩的內容 好 時間上我還有一個名額 有沒有 夥伴 好 先那位好不好 來 一樣先大聲告訴我們你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山廟 那我接觸學思達是 我很幸運就是曾經去過橘君老師的咖啡館 然後所以就接觸了學思達 那我分享一下就是我進入學思達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 也就是我本來是一個很想要討好學生的老師 然後後來發現自己的顏值啊 年紀啊 也慢慢的就是增長 就是顏值也沒有增長 然後只有年紀增長 所以我發現就是已經沒有辦法這樣子去親和學生 然後我後來就是進入了學思達之後 那學習了如何去慢慢的去架構那一些音價 那我收起我的笑容 那我就很嚴謹的很嚴肅的去上我的視覺美術課 我是國小的視覺美術課 然後我發現我雖然非常的嚴格 然後甚至同學小朋友會說我有一點嚴厲 那我就是非常的嚴謹的把講義上面的一步一步的音價執行下去 那結果之後我本來以為就是我們的距離還是不會 還是沒有比那些年輕漂亮的老師還要近 但是我發現學生給我的回饋是 因為我練習去拆解那些架構 然後反而讓很厲害的孩子 很厲害的孩子他可以透過那一些音價自己去自學 那反而就是減低了我教學的一些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那也因為那一些架構 我可以去更幫助更請同學去幫助那一些 可能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那因為這些的連結讓我覺得我找到不需要討好的教學方式 以上謝謝 好 大家各位有聽到不需要討好的教學方式 所以在學斯達裡面給我的一個練習就是接觸薩提爾 然後開始練習在不說教 不討好 不指責 不打岔的原則之下 你能夠做到一種真誠的表達 不急著改變對方 但是你去靠近他真正的想法 這個很難 但是我想學斯達老師都在這條路上 那我會請按照 我會請按照 我會請按照 我可以按照 我會請按照